周五,洛县卫生官员发布新的卫生命令,要求餐厅在遵守防疫规则的情况下,重新开放户外用餐。 根据该卫生命令,餐馆禁止提供顾客观赏电视,以防止用餐环境因体育赛事如即将到来的超级碗变得拥挤。 另外,餐桌与餐桌之间必须保持8尺距离,每张桌子最多容纳6人,则必须来自同一家庭。 针对非必要行业,当局则取消了晚上10点至凌晨5点的营业限制。 事实上,加州州长纽森于周一取消了全州的地区性居家防疫令后,落线便宣布本周将允许多个场所重开。 根据四色复工指南,落线目前仍处在疫情最严重的紫色层级。 购物中心、零售店、美容美发行业等只可提供25%克容量的室内服务。 另外,落线公共卫生局局长费雷尔近日也表示,如果该线确诊率持续下降,则可在数周内重新开放小学,进行有限的面对面授课。 消息指出,若要让幼儿园至小学六年级开放,该线必须达到平均每天每10万人中只能有25人确诊,而目前的单日确诊比率为每日每10万人中有48人确诊。 新唐人记者郭约希,洛杉矶报道。 新唐人记者郭约希,洛杉矶报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